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上一期我们讲了美国政坛民主党贼心不辞 找不到更有利的证据来弹劾伟大的总统川普 现在开始鸡蛋里面挑骨头 要找特朗普生意上的麻烦 这两天啊 这个媒体上又开始爆黑材料了 什么媒体呢 无非那几个fake media 假媒体 再数一遍啊 纽约时报 CNN MSNBC 这个 ABC 还有什么呀 不然就那几个吧 华尔街时报 包括 还有华盛顿邮报 他们讲什么事儿呢 说这个发现啊 特朗普啊 家族的生意 跟他的这个总统职务 有严重的利益冲突 举了几个例子 说这个总统啊 利用职权 要求很多人啊 去他们家开的酒店 住宿 或者开party 或举行公务活动 举了这么几个例子 这个副总统 麦克彭斯 今年访问爱尔兰 坐飞机 本来他在一个地方考察 好像是在爱尔兰的西部 某个城市考察 公务活动结束之后呢 坐飞机 飞了两百多公里 跑到Dubly首都 旁边有一个特朗普的一个酒店 跑到那去 去消费 去住宿 说是那边的条件 接待条件各方面更好 听说这趟啊 花了三万多美金 这三万多美金呢 当然了 都是美国纳税人出的钱了 所以政府的 这个 行政开支 所以媒体就质疑 说你这个明显啊 有点飞水不流 外人田 故意讨好特朗普 跑到他们家开的 这个酒店 去消费 听说 还有更好事的 这个记者 专门上这个 酒店的网站去看了看 一天晚上房间啊 九百多欧元啊 快接近一千欧元了 明显啊 是个高级酒店 他说 但是呢 在爱尔兰 类似高级的 这酒店有不少 你为什么一定要选 特朗普开的这家 酒店 明显你是有 嫌疑吧 瓜田李下 对不对 那第二点呢 还有好事的 记者 就查了一下 说在这个 所有入住特朗普酒店的 在他这个当总统之后啊 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 53人当中 有26个人 都去特朗普家开的酒店 去住过 或者说呢 是把他们的一些活动 这个竞选的活动啊 粉丝见面会啊 筹款活动啊 等等 都放在特朗普家 开的酒店 来进行 前后啊 消费了 两千多万美金啊 他这个列举了几个 共和党的大佬 包括党编 Mitch Macknell 这个 还有这个Lindsay Graham 还有这个 叫什么来着 Ted Cruz 有名有姓的 这个资深的共和党人 参议员 都榜上有名 他是列出来了 人民清单都列出来 那26个人 而民主党方面 只有一个参议员 住过特朗普家 开的酒店 所以呢 他们就得出结论 是吧 他们结党英私 对不对 相互 包庇 或者不是包庇吧 相互这个利益输送 对 这个词 利益输送 对吧 特朗普呢 利用他这个总统的职权 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 公职的影响力 对吧 损工肥司 这个中宝斯呢 这些 他们用那个词很恶毒啊 叫kickback 说这些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啊 等于说 给总统 提供回扣 对不对 给他送好处费 送 孝纳金吧 送礼金 拍他骂屁 对不对 这个 有 有违 违背了 美国政治 利益冲突 的原则 所以这个事啊 要追究 这是举的 第二个例子 另外呢 他还举出例子 说这个在 G7期间 全部就在法国 西方 七国首脑 会议期间 特朗普呢 作为下一个 主办国 主办方 提出来 说呢 你们啊 下一次这个会议的举办地啊 我提议 是在佛罗里达 我的庄园旁边 举行 因为那边啊 有特别好的酒店 这个奇异 不言自明啊 指的是他们家 开的这个酒店 特朗普酒店 他当然他给了 很充分的理由啊 说为什么 说那个链上 离机场 只有五分钟 很方便 对于你们这些贵人 对吧 各国的政要 时间就是金钱 对吧 哪有比我们家酒店 更方便的地方 五分钟 轻松到达 对不对 而且呢 设施完备 这个装修豪华 那一定能让你们 入住的非常愉快 我们一定能开一次 成功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 这等于说免费啊 利用这个 来之不易的这个场合 非常高端的一个场合 给自己家的这个酒店 做了一次推广 打了一次广告 那效果当然是 肯定是不错的了 对吧 听众 这个肯定是心知肚明嘛 心理神会 这个总统家有个酒店 条件又这么好 那你不去 你不给脸 而且去不去 不是由我们说了算 主办方说了算 总统说了这个话呢 底下张罗的这些人 对吧 政府里的操办这些人 白宫的这些幕僚们 都不傻 都长着耳朵呢 这个事儿肯定是 马上就办 对不对 这一把手发号令了嘛 而且呢 你这个安保措施啊 各方面都有保证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 这个酒店的条件 给你都是超一流的 是总统富豪级的 这个水平 这一点呢 就这么很简单的 几句广告词 结果惹来了民主党 惹来了这帮假媒体 死较真 大法抨击啊 觉得你违反了这个 违反了那个 违反什么了 美国 什么是美国 美国是个资本家 当家的一个社会 资本最大 对不对 一切都是商业利益嘛 你们这些记者 是不是都忘了 你们是不是太左了 太极左了 而且 而且那个AOC 刚二十几岁 刚当选的那个 女议员 Cortez 还是什么的 对吧 拉丁裔的那个 说话也很难听啊 总统 明显的是 这个有存在着 利益冲突 利用公职身份 利益输送 他个人家族的这个生意 这是要被弹劾的 哎呀 你那么年轻 你懂什么呀 对不对 所有大佬 不都是玩的这个游戏吗 尤其是共和党 对不对 这是有传统的 不是个事 姑娘 你 还是说太嫩 或者说有时候太娇嫩 总统心里是非常强大的 那九经正照 你们这点 是吧 苍蝇懵懵 不会扰乱他 不会干扰他 该办还要办 听我的 下一届 G7 有可能是G8 有可能把 普总 普京大伯总请回来 虽然普总说 怎么说呢 说这个 他的礼服 还没准备好 对吧 说请柬是到了 但是呢 他礼服 还没准备好 所以还是不打算参加 你这个 哎呀 普总 你这个人很幽默 对吧 我们都非常崇拜 欣赏你的这个幽默感 但是呢 国家利益为重 不要任性 请你呢 你就来 这个牌桌上呢 少了你不好 有些问题呢 七个人自己就定了 可能做出对你不利的 你上牌桌之后呢 作为动道主 川总呢 怎么着也在给你一丝薄面 对吧 你发表什么宣言啊 制定什么计划啊 你在场 其他几个哥们呢 不好太为难 但你要不在 那川总 也不太好 这个替你说话 对吧 所以能上牌桌呢 你就来 当然我们知道 你现在面子上过不去 被人踢出去 没多长时间 但是呢 那 情有可原嘛 你当时下手太狠 你一下就把克罗米亚给 给吞掉 对不对 你能说打了川总的脸 是不是 而且这事好像 不是在川总人内干的吧 这是 这是不是在奥巴马期间干的 还是怎么着 记不清了 都不重要 总之 这个G7 看来啊 应该是在佛罗里达 应该是在川市大酒店 川总大酒店 开了 我可以打赌啊 赌这个自由女神话 如果输了的话 我这个就 我就不挂了 对不对 如果你们输了的话 那你给我换一副 啊 这个川总 拒着 或这个 或据的 因为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 自由 自由的 新的化身 自由灯塔的 新的这个偶像 完全应该啊 给他立一个 这个 更高的一个雕像 找一山头吧 美国哪儿 好像有一个石刻吧 伟大的总统 好像都刻在山上 是吧 有石像 可以把川普总统刻到那上 我建议啊 所以回到这个弹劾呢 他们又找出 新的这一条来 说这个 特总 你在这个国际 这么重要的高端的 这个首脑会议上 替你们家酒店 打广告 所以滥用 美国政府的公信力 滥用职权 这个在美国 历届总统 在美国的这个政坛历史上 是没有过的 对吧 而且呢 你在这个在职期间 既当着美国总统 你们家家族的生意 还是照常经营 你几个孩子 你几个儿子 继续打理 对吧 利用你的这个 在台上 这个机会 这个在中国 这个叫什么呀 是吧 属于没有管好自己的子女 是吧 利用这个 父辈手中的这个权力 摸取私利 这个在中国好像挺严重的一个 一个罪名 但是美国呢 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天生每个人都有权力去做生意 对不对 啊 就不受这个干扰 啊 尤其作为川总来讲 他用人就是这样 啊 这个举贤不必亲 啊 这个举贤不必仇 只要你有才 只要你有能力 甭管你是我的亲闺女 啊 还是我的 亲女婿 亲儿子 哪怕是前妻生的 这个儿子 毕竟是我的儿子嘛 是吧 我也给你机会 我也给你岗位 对不对 啊 所以这方面啊 我觉得啊 这个川总啊 是无可厚非的 对不对 我做我的总统 那我儿子还要做他自己的生意 啊 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啊 你们这些记者啊 纯粹就是想多了 杜撰出来的 对不对 啊 成先要毁我 你们有什么实锤的证据吗 嗯 除我在大会上说两句怎么了 对不对 那些西方的那些 政要 啊 他们有自己的生意 的多了 对吧 都是这个家财万贯 就是超级富豪 比如以前那个意大利 那个总理 贝鲁斯科尼吧 对吧 有球队俱乐部 对吧 有自己的电视台 对不对 就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干了好几届总理吧 是三届还是四届的 对不对 直到老的干不动的为止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在西方 司空见惯 不用特别 那个什么 只不你们这些 美国这是 假媒体 假新闻 貌似公正的这种 极左的 对吧 应该被关去集中营的 嗯 这些 啊 社会主义 这个思想 被洗了脑的 这些记者 对吧 天天追着我 啊 穷追猛打呀 对不对 你们不误点正夜了 周末也不让我休息 也不让我睡个安生觉 是不是啊 让我操这么大心 对不对 我连查自己 啊 酒店账本的事 我都给耽误了 没时间弄 还得跟顾问们开会 尤其是法律顾问们开会 啊 研究怎么应对 现在这官司 啊 不断啊 各种弹劾的 弹劾案 这个民主党 对不对 为了阻止 我成功的再次连任 啊 再次当选 想尽了各种办法 对吧 但是 说实话 我也不care 啊 你们这些怂不好软蛋 啊 无能 这个民主党 对不对 你能奈我何 对不对 啊 我是金刚不坏之身 商场啊 打拼了这么多年 啊 那 经多见广 对不对 啊 我看得多了 你们这几个嗡嗡叫 啊 我都没放在眼里面 哎 只有一个老谋深算的佩洛西 这个可能是我的幸福大话 啊 这个老太太狠啊 说她不想弹劾我 直接想把我送到监狱去 不管是什么时候 在任的时候呢 可能风头太近 啊 我有总统的各种豁免权 啊 你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 利用政府的各种资源 啊 包括DOG 是吧 这个司法部 这都是我任命的人啊 都是我的司党 啊 绝对挺我的 但是卸任之后 有可能这个老太太 不知道使什么阴招 损招 啊 要把我给弄进去 啊 lock me up 把我关起来 然后 啊 还挺损 说关进去之后 把钥匙直接就销毁扔了 啊 让我老底坐穿 嗯 你是政治 政治敌人啊 太可怕了 那他是要你命了 啊 所以 这个老太太 虽然比我 大也比 大个一两岁 但是心机啊 觉得比我还深 不可不防 但是他手里上那些人啊 确实也是无能之辈 啊 我也看不上 所以呢 这个我还真不怕 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弹劾我呀 调查我呀 无所谓 啊 我是反正啊 他们反正内部也有矛盾 啊 现在分化了也很厉害 你看这十九个竞选人 是吧 也闹起来了 真正能对我形成威胁的 什么拜登啊 沃伦啊 哈里斯啊 波尔林 没有一个啊 我真正认为是竞争对手的 反而有可能是后起之休 有可能出一匹黑马 也未可知 现在啊 还没到时候 但当务之急啊 能对我形成点威胁的 可能啊 就是这个情报门 但是啊 特总已经准备好了 啊 打好招呼了 DUG啊 这个总检察长 这个司法部长就准备出面了 啊 这个之前啊 要爆料的 可能坏我是 这个爱普斯坦 啊 已经 对不对 啊 你懂的 啊 他自己 及时的 了断了 对吧 有人说是被弄死的 这个 谣言 绝对是谣言 对吧 谁造这种谣言的 别有用心 啊 这就是属于动 政治动机不纯 政治谋杀 这属于在美国啊 啊 这个 有些人又放出话来了 说有可能啊 川总 要对 这个 威俗 blower 吹口哨的人 要动手 啊 所以提醒保护 你们太不了解川总了 川总怕这个吗 怕个吹口哨的人吗 你吹的再厉害 我最多是 对不对 啊 容易引起我的尿急 前列线可能是 是吧 受点干扰 嗯 但是我的心智是不会错乱的 绝对不会像那个 啊 老 Rudy一样 Giuliani 乱了阵脚 啊 被人这么一问 紧张的 无论次 特总是不会的 是不是 而且我手下有大将 老鹏 天鹏元帅 那讲了 我有各种招啊 我可以撒谎 我可以欺骗 对不对 那我可以恐吓 我可以touch 使用酷刑 只要达到目的嘛 对不对 啊 这个就叫什么 end justify means 对不对 目的决定手段 那或者翻译成中文 就叫为达目的 对不对 可以不择手段 那这是美国当下政治 特点 这是这个事物的本质 你要抓不住这个重点 抓不住这个主要矛盾 对不对 你啊 可能还是没毕业 那美国的这个政治大学 啊 你可能也永远毕不了业了 那而在特总 在这方面 我是不担心的 手下有能人 吵了55个人了吧 好香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大浪逃杀 就是为找到 真正能打仗 能打胜仗 忠心耿耿的 啊 这个队伍 所以呢 我再次提一下 这个老Rudy啊 你们要小心了 是吧 他经常啊 说一些昏头昏脑的话 啊 给别人加分 给自己的团队啊 减分 是典型的猪队友 啊 所以说到目前 啊 这个川总 眼前面临的这几桩 官司 这几个麻烦 啊 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啊 给看不懂的吃瓜群众 啊 这个掰开如碎 讲解一下 啊 呃 川总的铁粉们 不要慌 不要慌张 啊 修得慌张 少要害怕 啊 没有什么大事 啊 这个 川总呢 胸有定见 啊 而且呢 已经有了锦囊庙记 身边啊 有忠心耿耿的 啊 也有这个 像这个 莱万多斯基 这样的死士 对吧 勇士 啊 也有呢 像蓬佩奥 这样的 啊 这个政坛 老将 那那护辉学 玩的淋漓尽致 出神入化 有这两个人 保驾护航 对吧 有这样的 忠心耿耿的 啊 能争贯战的 涌将在 啊 川普王朝 不会倒的 啊 至少不是那几个 酒囊饭带的 民主党人 短期内 能够撼动 所以说呢 我也可以安心的 啊 喝完可乐 去吃鸡块 啊 这个 瑶柱特总啊 一路走好 下周啊 这个再传 捷报 啊 再奏凯歌 同时呢 也为我有兴趣 有激情 继续看这个 美国政坛的大戏 啊 提供 这个 啊 提供新的 动力的源泉 好吧 感谢你 Mr.President 历史上最伟大的 美国总统 好 这一期节目 我们就做到这里 还是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 度过一个 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